材料清单,普通面粉150克,清水90毫升,盐1小勺,2月5日,毫升,葱花1小勺5毫升,花生油1大勺15毫升,面粉中加入水,用筷子搅成面团,软一点,使用手粉,将面团揉成团,按上撒粉,将面团一倒按上,再撒上一层粉,改成大片,一次撒上葱花,盐和1小勺花生, 生油,掀起饼身边缘,将左料粘匀,从上往下卷起来,从左右往中间盘起来,两个圆饼叠起来,改成大片,是锅的大小而定,平底锅中放入剩余的花生油,将饼烙到两面金黄,一手一把木铲,将饼身从边缘往中间推,推成大碎片,可以在加点而有,饼会更足碎,再烙一会就可以出锅了,小些是1,凉水活, 面料暖阔一点,擀皮的时候,多加手粉,第一次擀皮薄一点,整起来的时候,撑一撑,都可以增加分层,二,如果想要吃更劲道的,可以让面团醒15-20分钟,会时间了,不过,醒面团的时候可以歇着,或者准备点青粥小菜,三,烙饼的锅,先要大火烧热, 烙饼的时候,绑区中小火,烙的时候经常转动饼身,保证胜热均匀,口低的平底锅最好,普通炒锅也可以,不过要多加油,四,烙好后,马上吃,口感最好 小火热均匀